当知道爸爸只是剩下四个礼拜寿命,我心里面十分平静。 只是想,为什么会来得这么快? 大家不是说好,日后可以随时见面的吗? 记得大约一年前,在我离开香港前一个晚上,爸爸还是很壮见。 至少,看不出有什么毛病。 在宋别宴上,我和爸爸第一次拥抱。 爸爸,还在我面上吻了一下。 永远不会忘记,爸爸两眼通红,忍着泪水。 那次,是我在香港最后一次见到他。 第二天上机,爸爸和妈妈因为住在新界,所以没来送我。 因为,大家都相信可以再见面。 只可惜,将来毫无保证。 现实中,面前每一秒才最可贵。 如果有时间,大家不妨看多身边所爱一眼,免得后悔。 现在经常都会想起爸爸,有时更在梦中相见。 因为他在世时,没有给过什么压力我。 我们相处感觉舒服。 所以,我乐于想起他。 当时,我们在英国仍然在打工。 在责任地驱使下,我没有按照老板指示, 即刻放下所有工作,飞回去香港见爸爸。 不过,我都即刻去旅行社买了机票。 准备一个星期后回香港。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,我和爸爸通了最后一次电话。 他叫我不用回来,他说他没事。 但他把声告诉我,是时候回去见他最后一面。 爸爸和妈妈住在新界,是由九龙搬进去住。 他们间村屋,楼高三层,地方很大。 在这次通话里面,已经听不到他把声,在大屋里面回响。 原来,爸爸已经病了很久。 而家人,就一直隐瞒。 所以,我在最后一刻才知道。 不过,我没有埋怨。 因为,我知道他们都爱我,怕我担心。 我回香港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要开解爸爸。 妈妈说爸爸得到这个病之后,性情大变。 因为他什么说话都听不入耳,所以我是唯一希望。 因为四个儿子之中,爸爸最疼是我,我怎么会不知道。 但是,跟我白头佳佬的,始终不是他。 爱,无分彼此。 不过,却有先后。 做任何事想成功,必须牺牲。 正所谓有得,就必定有失。 人生,只不过是一场,选择游戏。 1994年9月底,我们终于到达香港啟德国际机场。 当时外母,二哥,和二嫂来接机。 看见他们的表情,我已经心中有数。 相信,应该见不到爸爸最后一面。 二哥眼泛泪光滑,爸爸在几个钟头前,已经离开人世。 在那一刻,我没有激动,更加没有哭。 我还反过来安慰二哥,轻轻说一句。 就交给我扮。 安顿好老婆之后,我马上和外母去殡仪馆, 第一时间为爸爸筹办丧礼。 一切,就好像明明中已有安排。 可能爸爸知道,我们逗留香港时间有限。 同时,也知道我扮理丧事甚有经验。 因为之前,外父和我阿爷的丧事,我都有份参与。 而他们副观目,也是由我亲自挑选。 更重要的是,爸爸知道我一定不会令他失望。 但是为什么,就好像外父和阿爷那样,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。 在外母大人及其他有心人帮助之下, 丧礼终于顺利完成。 在那三个星期里面, 什么头七、尾七、三七,全部做齐。 二十一天,不多不少。 在做完三七法事当晚,我们就喜情回回英国。 一切,就好像早有周长计划,一天都没浪费。 回到英国之后,我们继续依照山女方程式,努力做人。 经过一番新路,在同一年圣诞节前, 老婆终于怀人。